大家好,我們今天奶店兩個又要來試駕啦 今天試駕的主角就是福特最新推出的Mondale Hybrid 就是油電的車款 那它正式的報價是139.9萬 那我們認為這個價格算很殺 我們覺得蠻有競爭力的 福特也開始玩進口車國產價的遊戲 對,那它跟它的同級對手Camry最頂級款142萬有一個價差 但是Camry畢竟它有四個等級 從113萬到142萬 它的選擇可能比較多 但是Mondale只有唯一一種選擇而已 對,當然就是在配備上有些差異啦 好,那我們直接切入重點就是 我們奶店今天針對Mondale Hybrid的一個試駕心得 那第一個部分我們要聊的就是它的油電 那它的油電中效馬力有190匹 那搭配的這個變速箱是CVT 那針對引擎的部分 就是動力的部分你覺得它的優勢在哪裡 其實它中效雖然是190匹 其實實際上開起來它不會讓你有那麼大的感覺啦 那不過因為它這個四缸的汽油引擎的馬力輸出是140匹 那你大概因為它有在這個 電動馬達的輔助下 你在有時候你想急加速的時候 其實它的整個搭配出來 你大概可以感覺到大概有160、160匹左右的一個動力輸出 可惜的是它配的這個CVT 它是沒有換檔的功能 或固定檔位的功能 就是沒有手自排的功能 沒有辦法進退檔 對,所以在這邊的話 其實我覺得就會稍微好像少了一點點 駕駛樂趣 汽油版你知道那時候我們開的時候 就覺得 哇,這個EcoBoost的引擎非常的動力很夠 所以引擎的輸出方面的話 當然Hybrid跟這個EcoBoost的引擎 雖然它的馬力蠻接近的 但是兩者開起來的動力上面的輸出 當然這個CVT也有一些影響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它在排檔上的那個進退檔 它排檔上的那個按鈕其實不是進退檔 它是那個陡坡緩降的一個功能 那所以就整個變速箱的整個模式來講 其實我覺得沒有辦法做手自排的功能 我覺得這個是有點比較可惜 因為像我自己就比較喜歡控制一些檔位 在必要的時候 那當然啦,你如果一般市區順順開 我覺得也還好 OK啦,其實這是我最喜歡的就是CVT 它綿密啦,然後順暢,然後沒有什麼震動 但是我覺得這一台車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它跟很多油電不一樣的是 它用了這一顆馬達,因為搭配了這個離電池 之後呢,這個我們在電視節目上也有講過 就是說它可以跑到多少? 135公里的速度 這個大概都是要高級,非常高級的進口車 才會配置這樣子的馬達跟這樣的電池 對,它乃哥的意思就是說 時速在135公里以下 只要它的電瓶夠力 它都有辦法存電行駛 存電喔 對,那這個呢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就是說其實像我剛剛這樣四驅喔 就是四驅大概平均時速在5、60公里以下 其實大概有接近50%的時間 大部分都 50%的時間呢,它是存用電來行駛 其實它用到引擎的這個 機會不大 機會大概只有一半啦 那我覺得這個對它的油耗呢 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所以原廠的數據 它竟然有高達這個25.1公里的這個 每公升的油耗 對,今天Mondeo Hybrid 它每公升可以跑到25.1公里 這是官方的數據 那Camry的部分呢 每公升可以跑到19.6公里 所以光這一部分呢 就大概多了 你可以省油大概20% 20%左右 對,真的是在動力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來講講它的底盤操控 老店你覺得呢 基本上呢 其實我在我剛試駕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看規格表 其實我一試駕呢 大概開個5分鐘 我就知道說 奇怪為什麼我覺得它的底盤的反應 路感 還有在高速的一個彎道的一個支撐性 我覺得都跟一般的 器材油版本的Mondeo有一些落差 那我想說 奇怪是不是它的懸吊 刻意有做一些調整 那試駕完之後 我看了規格表 才發現說 原來它的尺寸 就是輪胎的尺寸小了1號 16吋 對,16吋 那一般的器材油是17 那我覺得重點應該就是在它的扁平比 17的部分是50 這個會讓它的路感表現非常好 可是今天試駕Mondeo Hybrid是60 扁平比是60 所以呢就是路感稍微犧牲掉一些 當然舒適性會比較好 可是對我來說呢 我反而會建議說 假設如果你今天要買這部Mondeo Hybrid 我會建議你直接在原廠交車前 就跟它講說我要升級到17 然後扁平比是50 這部分呢我相信 你看起來其實你不會覺得說在舒適感有太大的落差 可是呢 操控性 你的操控性 還有在高速的一個穩定性 還有在高速的一個路感的清晰度呢 我覺得表現會比較好 其實在這個部分我是認為 因為它是一個油電車 它最主要的訴求還是在於什麼 你的市區或你的省油方面 所以它搭配了一個比較窄的輪胎 215的輪胎 扁平比也比較高 而且它搭配的是一個低滾動阻力的一個輪胎 這個輪胎其實在實際上的話 你會發現它的效果非常的好 是因為比如說它的噪音 滾動的噪音 沒錯噪音 真的是很好 那在這個車室裡面 如果它這個汽油引擎沒有發動的狀況下的話 你會覺得它很隔音 甚至可以媲美雙B的等級 對我們剛剛其實我跟那個乃哥在試駕的時候 其實整個車內的隔音品質 風切聲的抑制 組裝品質也不錯 重點是我們開起來覺得說 奇怪它的在車內其實蠻安靜的 對 而且我坐在後座其實有非常接近雙B的一個 乘坐舒適感跟一個隔音品質 這部分我覺得表現非常好 我覺得跟你剛剛講那個輪胎 低滾動的那個輪胎 的配置有關係 對我覺得有蠻大的一個關係 不過我覺得這本來就是兩者不可兼得 在這邊的話 我們現在談談這個老爹最喜歡的這個 主動安全 主被動安全的配備 主被動安全的我覺得也是Mondeo Hybrid 它主打的一個強項 被動安全有9顆 9顆 拿9顆我們來講一下 前面2顆 側邊氣連2顆 然後呢側邊 前座的側邊氣囊有2顆 所以總共6顆 第7顆就是吸附氣囊 那第8跟第9這兩顆呢 是在後座的安全帶上 那這個是被動安全 那主動安全的部分呢 也算是非常的齊全 像什麼車道偏移警示 跟車道偏移的輔助 還有包含這個主動式的行車防護 這個在時速30公里以內的時候呢 它會自動煞車 還有一個就是主動的停車輔助 就是包含路邊停車 倒車入庫等等呢 都有這個主動幫你停車的功能 還有倒車顯影 車側盲點 這部分呢 在這個盲點 因為它只有一款 所以全部都是標配 在這個配備裡面 我覺得最有用的 其實大概就是兩個 第一個我覺得是盲點偵測 第二個我覺得就是倒車顯影 其他的部分呢 我覺得還是要靠駕駛人的習慣 不能太依賴這些東西 什麼停車 你本來考駕照 就應該要回才對 那我們再講一下空間 我們先講後箱好了 因為它的電池是放在後箱 那我跟乃哥剛好研究過 就是它的擺法呢 跟Camry的電瓶擺法不一樣 這個Mondeo Hybrid它是擺平的 那當然你後箱打開 你會看到直接就是一個很像階梯的形狀 其實它裡面是電池 可是呢它這樣的擺法好處是呢 你的椅背呢 後座椅背可以做六四分離的傾倒 可是這個在Camry呢 就沒辦法了 因為Camry的話 它的這個電池是安排在這個 後座椅背上 所以呢你會看到 你打開行李箱會看到 哇它的空間很完整 就是小了 短了一點點 但是呢 因為電池在那個位置 所以你的座椅的椅背 是沒辦法傾倒 那也就是什麼 你如果有比較長型的東西的話 你就沒辦法放 但是如果以完整度來說的話 Camry的完整度當然是比較好 對 因為你少了一個階梯 那在Mondeo上面的話 可能在於長型的物品的擺放 是它有絕對的優勢 對 不過因為你今天開的是這個油電 所以在後箱的空間 就沒辦法 就一定要犧牲一點 所以這個你們要稍微了解一下 那接下來 車內的空間呢 你覺得怎麼樣 車內的空間其實它跟這個 在這個同等級的車格中 我覺得大概都大同小於 對 大同小於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Mondeo在內裝的質感上 不管它的造型跟處理上面 我覺得都還不錯 但是我是覺得有兩個地方 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第一是 我還是覺得它座椅的設計 稍微小了一點點 對 就是說它的支撐性會讓我覺得 大腿的地方 靠近膝蓋的地方 你說前面兩張座椅嗎 對 是不太夠的 那第二呢 就是它的這個儀表板 它的儀表板非常的多工 但是它的尺寸相對偏小 以現在比較新的這些流行的車型來說 都換成12點幾吋的這個大螢幕 那它的螢幕相對就會小很多 但是它有很多的功能在上面 所以你在使用上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你光是看轉速表跟那個形狀的時候 你會發現 哇這轉速表怎麼那麼小 然後電力的輸出的大概樣子是怎麼樣 那一條也是小小的一條 就是說它在辨識上不是那麼容易 最後我可能有一個問題 也要問老弟 其實開油電車大家都很擔心 就是電池的部分 我剛剛聽你在那邊幾季足足 問了好多問題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電池的問題 電池 我覺得它是這樣 就是 跟Camry比起來 其實它的電池的體積 比Camry還小 可是因為它是離電 那Camry是孽氫 所以就使用的功率來講 絕對是比Camry還要大 所以我剛剛有講一個重點 就是其實我覺得在市區開的時候 純電行駛的比例非常高 有接近50% 這部分也造就了它的油耗表現非常好 可是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很多人會問說 你電池可能會壞 因為都有售貨 我剛剛有問過原廠 就是它一顆 一顆假設你壞掉了 它的報價是9萬塊 Camry大概是接近 6萬 可是因為它孽氫 所以就是比較便宜 我們是離電 這個其實大家回想一下 我們以前用的手機 從孽氫電池 到現在我們的手機都是離電 就大概知道 離電跟孽氫的差別在哪裡 不管充放電的速度 還有效率 還有體積 還有重量 還有它的功率 其實都是有差別的 那同樣是離電 可能在Audi雙B車上 一顆大概可能都要破20萬 所以這部分可以提供大家參考 那它在保固上面呢 我一顆電池可以用多久 保固也是一個重點 我們在這個 它針對電的電器 跟就是所謂這個馬達的部分呢 有提供了8年16萬公里的保固 那汽油也是8年 汽材油就是整車的保固是3年 可是針對8大系統 包含引擎冷卻系統 電器系統 還有電腦管理系統 變速箱 本體還有控制系統 還有傳動系統 燃油系統 這8大系統是5年 就是說除了內裝之外 其他都有保固 基本上重要的 比較貴的零件 重要系統其實都有5年 那光電的部分是8年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可以給你 我突然想到它有一個優勢 它還有排氣量的優勢 排氣量 對 一個2.5 一個2.0 對 你講到一個重點 Canry是2.5 今天試駕Mondeo是2.0 所以在稅負上有差了一些 這個也佔了一些優勢 那你要買哪一台 如果這兩台的話 我老實說我應該會選Mondeo 因為我喜歡 開起來還是路感 剛性 底盤是比較好一些的車 其他條件 其實但Canry有它的優勢 不管是它的維修 維修 後勤保養 妥善率 還有網友的口碑 車主的口碑 Canry應該是都比較好一些 可是就產品來說 我覺得Mondeo的CP值 稍微比較高 對 我覺得在後勤保養 其實我覺得不用太擔心 那我相信8年16萬公里 很夠用 非常夠用 你也不用想 我可能換一顆還要9萬 我覺得這部分 你看跟Canry的5年12萬 多了3年跟6萬 這個差很多 對 那最後一個建議就是 其實這部車我覺得很值得一試 反正試車不要錢 你就去 有空找個假日 反正沒事嘛 就去福特展 你就說我要試Mondeo Hybrid 等你試完呢 你就知道說這部車 到底值不值得你購買 對啊 那今天就試駕到這邊囉 好 拜拜 拜拜